美方有关人员的说法 与事实完全不符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在华发展 取得成功 努力为各类企业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企业间通过并购 获取技术和知识产权 是正常的商业合作行为 中方明确反对强制技术转让 更不存在通过强制获取技术 帮助中国企业取代美国企业 强制技术转让不符合中国的外商投资法 也不符合经济规律 中方高度关注美方强制企业 向美方出售资产 转让技术 这是典型的强制技术转让 美方应公平 公正对待中国企业 为他们在美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提供平等待 这就在美国开展贸易投资法 就像新的强制技术转让我们在美国开展贸易投资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